弟子先读同修的一个分享 师父梦中提醒 母亲事后查出肺癌晚期一个多月 就神速好转 在今年的4月27号早上 我做了一个梦 问到师父在梦里问我 你妈妈呢 我说还在呢 然后师父停顿了好长的时间说 好了 五个月之后不会走人了 你多求求观世音菩萨吧 当我醒了之后 心里特别的忐忑 知道师父说的一向很准 但当时心里不信佛 我没敢说怕他们造口业 而且当时妈妈看起来 一切都很好 没有什么症状 所以只是咨询了一下 一两个师兄 师兄们告诉我 既然师父提到了 就一定要特别注意了 要大量放声 于是我慢慢的去开始做 果不其然 五月八号的时候 家里来电话了 说我妈妈不太舒服 在当地医院检查之后 说不太好 建议去大的医院检查 当时我心里特别难受 我知道事情果然来了 于是我们开始周转 在几个其他的医院 经过几千川斯化验 等一系列的检查之后 最终确定 我妈妈是肺癌晚期 转移性腺癌 脑子里和肝里面 也都有了囊肿 你看见了吗 你看见了吗 对 嗯 嗯 看师父 胸腔积水 心道积水 全部都有了 已经是晚期 医生说已经没有救了 手术也不敢再做了 放化疗效果也不好 因为放化疗 是把好的细胞 和坏的细胞 一起打破 人一下子就能够贪了 不能自理了 但在住院检查的第三天下午 我好好的和妈妈谈了谈 当时我很激动 双手拉着妈妈的手 我哭着说 妈妈 我跟你说一件事情 你一定要相信 你这一次生病 我做梦梦到了 师父来梦里面提示我了 你一定要相信你的女儿 你赶快许愿吃全素吧 吃素会让你更快的好起来的 年龄大本身吃素也很好 而且今天下午我们几个师兄很发心去帮你放生 你一定要有一个感恩心和忏悔心才行 大家都在帮你 是为了让你好起来 可能当时作为一个母亲是被自己的孩子感动到了 又心疼自己的孩子哭 也可能是因为她有一个想要好起来的心 就这样 那天下午我教她在医院的窗前许愿了 从此吃了全素 与此同时 当天下午在无面等师兄们的帮助下 先帮我妈妈放生了六千条鱼 接着就神体了 许完院之后 接着就变了一个人一样 也许也是当时放生 能量收到了 人一下子就精神了 气色明显好转 也开心的愿意聊天了 接下来在住院的那几天 我慢慢的引导妈妈开始熟悉经文 她也开始很认真的念诵起来了 开始 先将她念大悲咒和心经 有一天打针的时候 她睁眼看到了一个紫色的莲花 感恩护法菩萨 期间来看我妈妈的亲戚都说很奇怪 一点都不像一个癌症晚期的病人了 都问我们是不是误诊了 特别神奇 就这样 由于在医院就开始慢慢学佛了 所以在医院期间 一点醉都没有受 5月20号我们出院回家了 因为医院不能再待 医生说已经没有救了 只能回家吃药维持生命 就这样回来之后的第二天 妈妈把礼佛还有孝灾 往生咒都学着念了 出院的第三天 我给她打电话 她说 现在吃的也好 睡的也好 赶紧把电话挂了吧 别浪费时间 我要赶紧念经 就这样一个星期之后去查学 原来十项不正常的血项 只剩下两项 恢复神速 接下来 几天妈妈每天都很精进的在念经 念经文组合 经常一坐一上午都不动 一坐一下午都不动 接着出院一月之后去医院复查 神奇的事情出现了 肺部的肿瘤 由原来的2.7厘米乘以2.3厘米 直接缩小到横径只有8毫米 而且血液全部都正常了 连师傅都说 恢复的太好了 肿瘤直接是直接的明显缩小了 我跟医生坦白说 我妈妈现在每天学佛念经 连医生都说 佛法的力量真的很神奇 感恩师傅梦中的慈悲加持 感恩观世音菩萨的慈悲保佑 如我说的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请观世音菩萨和护法神菩萨慈悲原谅 请师傅指证 师傅跟你们说了 我跟你们法身 到你们梦里去是很厉害很厉害 所以你们一定要听师傅话的 提早提醒你们早一点解决呀 不要等到那一天呀 所以很多人一辈子就是 等啊等啊等到最后灾难来了 逃就逃不过 要积极主动的去避开这些麻烦 烦恼和灾难 听得懂吗 嗯 嗯 听得懂 谢谢大家